應該有一個多月沒有來了吧 好久了,就是今天天氣特別熱 終於又可以再回來衝了 應該有一個多月沒有來了吧 好久了,就是今天天氣特別熱 終於又可以再回來衝了 真的是那個好像是過年的前後吧 春節前後,最後一次 然後到現在就有估計大概有兩個月 我們有仔細的可能時間 現在我們來的是Sunset Beach 這裡的話是後來我們發現不錯的地方 這裡的話是免費停車 但是到週末的話是挺難找車位的 需要繞一下,等一等 然後離那個沙灘也比較近 走幾分鐘,我覺得就很短 大概就二三十分鐘 現在我是跑去找我的夥伴 呼啸 他在另外一邊 我要跑過去 你看,這就是呼啸 在之前視頻也介紹過他 任何一個項目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夥伴大家一起玩的話 是特別重要的 因為這樣的話大家會多一些動力 然後相互鼓勵 像我們倆都是初學嘛 然後他的鏡頭特別足 然後就經常帶動我 我們都約了週末來嘛 然後有時候 我不太想動的時候 他很積極 那也在無形中就在推動著我 我覺得這個夥伴在一起玩就特別好 一個人的話 我估計就玩玩玩 然後一休息就懶惰了 然後接著就會放棄很容易 今天的浪啊 也是特別的奇怪 就是那種小浪 然後就特別亂 左吹一下,右吹一下 就特別難吧 特別是我這個 也有一兩個月沒有衝了 然後再加上那個水平也是太低 然後總是那個就是說 反正衝不起來 我覺得就是說 還是特別想念那種非常平靜的 突然來一個浪 長長的緩緩的推過來 這種浪的話我是特別喜歡 然後特別想要那種浪 然後現在 在這邊的話 在這個Sunset Beach的話 也碰到過一些好浪 就不多 那如果它是好的話 它就比那個Seal Beach要好很多 但Seal Beach的話 總體來說都是比較平穩 就平靜的這種浪 所以今天我就沒有怎麼沖了 沖了兩下 兩三下我就覺得 哇,特別特別累 然後感覺它那個海底下面的沙也不平 有些地方有坑就有點不平 然後你左右兩個腳就有時候 它有時候也挺深的 因為它浪,衝來衝去就有時候 突然就有一些坑就很深 然後那個左右腳有些用勁不太平衡 感覺就有點抽筋的感覺 所以我玩玩玩很快我就上岸了 然後給那個呼嘯給拍了一些 還好,我來玩玩就做太多了 好久了 所以我要拍了很多東西 我來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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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那是一個大陸子 要像家裡一起拍了 SCHTV